邱芷彤终于发现身世 大妈气不成声 路上邵家毕八十耳光 其实邵芷彤才是邱家最惨的孩子 当年邵家毕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她和邱芷兰给交换了 然后戴琪婷就误以为邱芷兰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所以对她无微不至地关心 反而把邱芷彤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而邵家毕也因为知道真相 所以对待邱芷彤一直都是淡淡的 可以说她的大妈和二妈一直都不喜欢邱芷彤 可是小时候的她并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缘故 所以只能在功课上认真 想要让母亲都注意到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邱芷兰天天只知道课要泡巴 而邱芷彤却能成为律师的原因 在他们的身世之谜暴露的时候 戴琪婷才彻底疯魔了 自己宠了这么多年的女儿竟然并非自己亲生 而她一直讨厌的邱芷彤才是从她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想起这一切的源头都是邵家必做的手段 戴琪婷终于发挥自己大方的威力 把她带到众人面前掌控 狠狠打了八十次也不解 谁知道这个场景被高城看见了 她居然奋不顾慎地上前保护 也就此曝光了他们两个人的奸情 邱芷彤一当即气得就要中风 但是邱芷彬太心狠了 趁着家里乱套的空荡 把她手头的物业全部卖给对家变现 因为邱芷彬知道自己私生子的身份暴露之后 就再也没办法继承家业 所以只能开始卷钱跑路 邱芷彬也因为牵扯出了这件事情 而被神秘人给推下水淹死 这也是邱芷彬做过最初格的事情 因为从她第一次帮助家男污蔑邱昊儿坐牢的时候 她的一颗心就已经变黑了 毕竟在邱家二房这个大染缸里 从小干净地长大是不可能的 除了邵家必 邱芷彬一夫妇是不会为了邱芷彬伤心的 毕竟他们终于认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邱芷彬 这件事的最后赢家居然就是看起来小白花的她 也许从邱芷彬小的时候 她就已经因为家里人的偏心而变得腹黑了 甚至只不过是激发她内心黑暗了一个导火索罢了 原来邱昊儿竟是邱芷彬一亲生 邱芷彬人黑化抢夺家产 邱汉阳猝不及防地去世 令邱昊儿损失惨重 原本在遗嘱更改之后 她把持着手里的股权 能够跟邱芷彬分庭抗议 一步步守住爷爷的心血 奈何还没落实爷爷就已经死去 拿着5%的股份 她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继续屈居人下 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 甚至被人陷害一朝入狱 从高高在上的小姐沦落为丧家之犬 让何美英心里十分难过 去到狱中盼望忍不住落泪 终于说出自己心里隐藏的秘密 让邱昊儿震惊无比 原来当初邱芷兰跟邱志兵不仅不是邱首义亲生 甚至邵家壁还背叛高父跟邱首人生下了他们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事发被赶出家门 自己的儿子还能回到邱家继续争夺家产 而何美英当时就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却始终掩埋在心里 背地灌罪邱首义 生下了邱昊儿 为的就是报复丈夫的出轨 可后来又觉得十分无趣 没有说明就离了婚 有了自己的事业 而如今说出来只是因为邵家壁实在欺人太甚 这么多年被戴琪亭欺压 如今却来欺压自己的女儿 所以他说出这些东西 只是希望邱昊儿出来之后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 而他也真的这样做 对邱首义说出实情 继续跟邱志兵斗下去 而邱首人一直以来十分纵容女儿 是因为心里对前妻的愧疚 眼见如今被双双背叛 瞬间黑化跟邱志兵一起对付曾经的女儿 认可他们当初的赌场事业 邱昊儿胜不了证 只有邱昊儿是真的一心为邱氏着想 在邱首义凡然醒悟之下的支撑 一步步斗掉邱首人跟邱志兵 拿到邱氏的权力 不得不说跪圈争乱 但邱昊儿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女儿身从来就不比男人差 甚至比他们更出色 邱首人邱志兵抱头痛哭最终推出 邱志童终于发现身世 大妈气不成声 路上邵家比巴适耳光 其实邱志童才是邱家最惨的孩子 当年邵家必为了自己的利益 把他和邱志兰给交换了 然后戴琪婷就误以为邱志兰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所以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 反而把邱志童放在一边不闻不问 而邵家必也因为知道真相 所以对待邱志童一直都是淡淡的 可以说他的大妈和二妈一直都不喜欢邱志童 可是小时候的他并不明白这是因为什么缘故 所以只能在功课上认真 想要让母亲都注意到自己 这也就是为什么邱志兰天天只知道嗑药泡疤 而邱志童却能成为律师的原因 在他们的身世之谜暴露的时候 戴琪婷才彻底疯魔了 自己宠了这么多年的女儿竟然并非自己亲生 而他一直讨厌的邱志童才是从他肚子里掉下来的肉 想起这一切的源头都是邵家必做的手段 戴琪婷终于发挥自己大方的威力 把他带到众人面前掌控 狠狠打了八十次也不解 谁知道这个场景被高城看见了 他居然奋不顾身地上前保护 也就此曝光了他们两个人的奸情 邱首一当即气得就要中风 但是邱志斌太心狠了 趁着家里乱套的空道 把他手头的物业全部卖给对家变现 因为邱志斌知道自己私生子的身份暴露之后 就再也没办法继承家业 所以只能开始卷钱跑路 邱志兰也因为牵扯出了这件事情 而被神秘人给推下水淹死 这也是邱志童做过最初格的事情 因为从他第一次帮助家男污蔑邱浩儿坐牢的时候 他的一颗心就已经变黑了 毕竟在邱家二房这个大染缸里 从小干净地长大是不可能的 除了邵家必 邱水一夫妇是不会为了邱志兰伤心的 毕竟他们终于认回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邱志童 这件事的最后赢家居然就是看起来小白花的他 也许从邱志童小的时候 他就已经因为家里人的偏心而变得腹黑了 甚至只不过是激发他内心黑暗了一个导火索罢了 邱志兰事件报告查出真凶 居然是根本不起眼的他 邱浩儿被冤枉 邱志兰自从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之后 找到亲生父亲就成为了他最大的执念 可是因为邵家必的阻拦 他却一直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不过当邱志兰意外在高城咖啡店的时候 才明白了亲生父亲就是眼前的人 这时候邱志兰才惊觉自己一直喜欢的高迅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 他就想要出国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邱志兵却因为害怕身世曝光 找到邱志兰警告他闭嘴 不慎失手把他给推下了海 慌乱之中的邱志兵只能逃走 没想到没多久就被警方告知了邱志兰的死讯 邱志兵一下子慌了 只能想到之前邱浩儿见过邱志兰 拼命地把罪行推到他身上 保持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邱浩儿害死了邱志兰 可是法医的尸检报告却曝光了邱志兰的真正死因 是因为二次溺水而亡 原来当时邱志兵和邱志兰在海边吵架 这一切都被暗处的邱志兰看在眼里 他从家里发现哥哥姐姐不对劲就一直跟着 直到听见了这个惊天的大秘密 原来只有自己才是邱首义的亲生女儿 想到这么多年家里人对自己的刻薄 家里面的人因为邱志兵是男孩 还有大妈二妈对邱志兰的宠爱 邱志兰的宝贝地位被夺去了三十年 他就无比地恨死眼前这两个人 其实邱志兰在被推到海里之后 只是呛了许多水并没有淹死 邱志童本来想上前搭救的 可是此刻的他知道 如果他死了再加上嫁祸邱志兵 自己就能够成为二方唯一的继承人 想起这么多年的委屈 邱志童就摁着邱志兰的头 直到他彻底失去了气息才离开 为了毁尸灭迹 邱志童还拿走了他的手机 把嫌疑全部引到邱志兵的身上 可是他没想到法医现在的技术这么厉害 在邱志兰身上提取到属于邱志童的皮肤组织 这下邱手艺才崩溃 三个孩子两个都不是亲生 亲生的那个还进了监狱 我祝岳第一次能яв catch 十五期 到底是没想到 小组 来与一坨 少许 老師 教導师 中 whose acne 穿得 不行 まぁ